好 好 好 我看這樣 有可能沒什麼夠 還有一個 沒關係 來 來 小心 沒關係 應該有夠了 好 好 來 這個再整一下 來 山藥麵 山藥麵 日本店 日本料理店 這個割了 真的很好吃 味道又好 而且又 保持它的鹽味非常的好 這樣可以 這個好滑 就好營養的樣子 其實也不難 就是要 這個咖啡工一點點 就是說苦肉 它有很多粘稠性 但是這個吃這個 這個對味 這是對味非常好 沒關係 等一下切切換下去 不要 上次有介紹過 它對那個 腸胃還有婦女 對 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要做出一個好菜 其實也要知道 當然 雖然簡單看來 但是需要一點點時間 對 好 好 來 起來 對 這個 好 越油越好 因為我們是麵 麵就是細麵 所以越油越好 待會我們要泡一點點冰水 冰水 切好就放這個冰水裡面泡就可以 放冰水裡面 然後 冰水裡面可以加一點點 檸檬汁 對 它對這個味道會特別的不一樣 特別的不一樣 特別的不一樣 可以了 喔 不要這樣 剩細麵 好 來 來 OK 好 剛剛講過了 這些順便給它幾刀 檸檸檬水 檸檬水 檸檬水 檸檬水加一點點 會讓它 再味道 對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就可以把它撈起來了吧 等一下我稍微給它 拌一下就可以了 好 完成 完成 好 來 就把它倒在這邊了 要稍微夾一下 對 好 看起來切得有夠細 真的有夠細 有夠細 真的是很 好 接下來我們必須要切 我們的小黃瓜 我們的小黃瓜 大概 對 小茄 這樣就夠了 因為這是大茄 搭配而已 對 不需要很多 這個 這樣 OK 這樣就可以了 一樣把它切絲 待會兒黃瓜布也切絲 好 好 這個比較麻煩 就是時間會用的比較多一點點 但在家裡做的話 我覺得還好 兩串 都很快 好 好 OK 這樣已經夠了 對 這個先備用 因為我大概還要那個 好 切兩三片的紅蘿蔔絲 這顏色才會出來 對 這顏色才會出來 好 來 不用很多 這是配顏色就可以了 好 OK 這樣就OK了 看你要什麼多 看你自己喜歡 對 看你要什麼多 你自己看 我們重點是要調味一下 好 OK 好 好 我們就把它排上去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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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三藥麵已經大功快要告成了 好 接下來我們醬汁 醬汁來 來 我們醬汁有幾個 重點 我們要一點點和風 有一點點的醬油 嘿 一點點醬油不要很多 大家自己看 顏色不要太深 一點糖 好 那我今天有加一點點檸檬汁 好 還有一點醋 醋 好 然後再一個 香菇粉 一點點 這真的太多 香菇粉 這樣就可以了 檸檬可以酸 酸一點點 好 好 太酸了吧 來 筷子比較 好 嗯 還來 淋上去 對 哇 這個三藥麵 很棒的三藥麵 因為生藥多的話 這樣子可能可以再多一點沒有關係 嘿 看看 然後加上這個對不對 對 看看丁糖 是嗎 是 好 然後呢 有一點點的 來 這個叫做 這個是 腰果末 看 就是說那個 煎果末就對了 煎果末就可以 對 這個也放上去 對 喔 哦 這樣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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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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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是這樣 好 OK 所以這個 日本的和風 真是一個 米麵和風商 對 我們這一碗 冷麵 已經OK 和風冷麵已經OK 來 請大家看看 不會困難吧 那我們下次 再來 做做看 好不好 好再見 醬油 檸檬汁 醋 做法 一 先將日本山藥削皮 刨絲 再泡檸檬冰水備用 可免氧化 並增加香氣 二 將山藥絲瀝乾 成盤 三 小黃瓜 紅蘿蔔 分別切絲 泡過冰水後瀝乾 至於盤側邊 四 調配醬汁 醬油 加糖 加檸檬汁 加醋 加香菇粉 攪拌 淋上酸藥 失蹤 五 撒上海苔絲 碎堅果後 即完成 五 九 三 二 二 三 二 二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弘扬佛法立众生 不论昼月转法轮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不失 超度 失时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MING PAO CANADA M dateat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救护众生讲座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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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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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人讲 特别佛教说 五百世 修着同传度 一千世 一千世的因缘 修着同做吃饭 能够一起 在这边 讨论佛法 那就是百千万节的 福报功德 那今天我们 这场法会就故意不在 电视上报 那当然在天舞地区 有发动 就是希望能够 针对我们地区的 菩萨能够交流 所以 当然明天我们 台北还有活动 台北生命道场要把关灾戒 后天是 板桥 北京寺要把关灾戒 所以 当然我事先广告 他说 你哪有赢 你就要去 为什么 因为 说为天八万灾戒 七世生天 七世做皇帝 事实上我们华人 都有受过了 就是说 爸爸妈妈往生 那我们要 49天给他批马代孝 或者带一个 带一个布 告诉人家 那我49天 我很认真地 加菜联盘 做善事 给爸爸妈妈 不做坏事 当然如果你没有参加过 那能够去参加 最好 那明天下午 特别在台北 拜三昧水灿 这个三昧水灿 很重要 我特别广告 我给你丢照 一个人 得癌症 乃至很重大的病苦 然后呢 我们去 很虔诚地忏悔 然后因为这样 佛菩萨的加持 那那个业障 就会消除掉 这个很重要 所以叫 慈悲三昧水 用慈悲心 用常规心 佛菩萨加持 他就化解 我们跟冤亲在主的烟囚了 如果没有冤亲在主 然后呢 吃个药 看个医生 就很容易恢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的亲戚朋友 有人生病 你可以替他去 因为他要拜 要拜得很累 因为要忏悔 然后但是 我们替亲戚朋友 替父母 替他们去也可以 但是最主要 自己也 消了业障 所以 没关系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